北京时间8月12日,据山东媒体骑入网消息,因赛前饮酒,鲁能三名球员球队三情处理。 在本轮联赛中,山东鲁能客场对阵重庆思威,在比赛之前,鲁能球员刘正里、曹胜、庄瑞奇出去吃饭饮酒的照片从网上流出。 图片来自微博网友,最近网报道,鲁能俱乐部已经根据球队管理办法和结合当前训练比赛实际情况,决定对于刘正里、曹胜、庄瑞奇三人三情处罚。 甘伟表示,本土主帅立肖鹏代队之后,一直是从严管理,职业化规范化管理球队,毫无疑问,此次鲁能俱乐部对于刘正里、曹胜、庄瑞奇三名球员的三情,可以看出鲁能对于球队管理之严格,此番算是从严管理,从严制队,目前鲁能在中超和足铁杯双线表现不俗, 没有从严管理,才能更好增强球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